近日深江鐵路珠江口隧道 正式轉入全速掘進模式 直徑超過13米的深江一號盾救機 正是以每日掘進10米的速度 由東莞府門向廣州南沙方向掘進 向百米海底進發 離海岸線將低還有200米的距離 我面對的是我們的刀盤 燉鐵相當於利爪來開挖掌著面 未來由深圳到江門的高速鐵路 將會由這裏入海橫穿珠江 深江鐵路將深圳、廣州、東莞、中山 江門等五座大灣區城市 更緊密地連接起來 建成通車之後 將會進一步打通沿海通道 助力打造越港澳大灣區半小時 生活圈、經濟圈 建成後將實現深圳淺海自貿區 與廣州南沙自貿區的半小時 高鐵互通互聯 快速、高效、便捷的 交通配套設施 加快了城市群內 經濟、人員和貨物等的來往 在廣州 隨著地鐵22號線的開通 地鐵營運里程突破600公里 令市民更方便地連接到 海陸空樞紐、暢行灣區城市 從仙壤 我剛才來仙壤 至於半個小時就到廣州了 廣州如果我乘22號線到旁邊去 可能也就是十多分鐘 也就到了 挺好的時間還是結束了 天井營運我們的感覺 確實速度挺快的 確實方便 火山 廣火線坐過來 對對對 在那邊上班 在廣州住 對 交通給你感覺有甚麼樣的變化 很快 旁邊 到珠海 東華那邊 都快得很 近年來 廣州全力打造世界級空港、海港 鐵路樞紐 國際綜合交通樞紐地位持續提升 帶動人流、物流、資金流、資信流的 快速高質量內外流通 進一步展現這個樞紐門戶的強大 目前廣州已基本形成城市軌道交通 乘制鐵路 國鐵商戶緊密聯繫的軌道交通網絡 高速公路建設規模和通車里程 居全省第一 構建形成三環十九射的高速路網報局 廣州正繼續積極推進 連花山通道、南中高速、廣佛大橋、 廣花城濟等一大批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 不斷加密交通網絡 外窗內聯持續擴容 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區域核心引擎功能 為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建設 提供支撐助力 加密集團 慶公司 撐助力 大門區域核心引擎